现在的大大应该是永远离一切的机会 能让我把这个时间 哇 笑一个前腿从内侧往外的这个踢机 哦 比赛就结束了 中国猛将天外飞仙一脚踢飞对手 直接KO欧洲重炮手 被外媒评为年度最佳KO 观众朋友们 点赞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这是一场中国腰刀未锐 对战欧洲重炮手 萨萨约万诺维奇的比赛 话不多说 比赛开始 所以要看一下薇瑞是否能像他这个采访当中所说的 自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上场比赛当中 薇瑞和邓德奇对这场比赛 薇瑞是KO了邓德奇 同样其实两个人都是经过了短短20天的调整 就重新又投入到比赛当中 这个对于运动员的要求的是非常的高的 没错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薇瑞呢 拿到了金腰带 而且求婚成功 而除此之外 薇瑞的新书也发布了 微不可打 对 今天呢在上海呢 还做了亲授 此刻的薇瑞 这个不仅是运动员 还是一名作家 因为我们知道薇瑞的打法呢 是用他的这个场控来闻名的 而目前看起来这场比赛 他是一直处在进攻的这个发起端的一个位置 对 对 薇瑞呢我们也非常熟悉 因为都是这个控制型的选手 和他打的是其实是很难受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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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控制型呢 一个是来自于薇瑞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战术和头脑 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得益于他的这个 非常诡异的脚步的移动 对 对 下台渊威奇身高是1.70 地盏值1.71 历史战绩 110战 83胜22胜 你是过去吃力的一个战绩 对 这也是八十 48胜三副 包括14GKO击倒对手 魏瑞明显在深刀必然是有优势 对 对 你觉得这个是优势的优势 对 现在这个莎莎显得比较狼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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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萨现在是且战且退,只有招架之功 好漂亮 大萨要试图进行一波反击 维维藏住了,接腿 好,靠手连续的追击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是一个六角形的这个围绳 把对手的这个直接就压到这个楼边 魏睿利用腿法不断发起进攻,萨萨择且战且退 进攻十分谨慎,交战中 魏睿转身后白腿命中对手,逐渐控制了比赛的节奏 萨萨施展全腿组合进行反击 却被魏睿的严密防守挡了回去 从比赛场面来看,魏睿的主动进攻更多 而萨萨频频躲闪,不急于进攻 这是被魏睿打怕了,还是在隐藏实力 接下来的比赛如何发展 好,到双方中的围绕和魏睿一上来继续是非常高压的这种压迫型的打法 在上一回当中其实我明显看到魏锐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想法就是这场比赛魏锐能不能KO对手 现在魏锐一直是追着对手想要求战进攻 对 大萨那场冲面看到自己没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下 就且战且碎 刚才也有后退当中迎击的击中 那我们说呢在打法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榴击战在移动当中的打击对手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大萨呢只有游 呃还击呢并没有 来这边裁判也是两次提醒大萨这边需要和对手进行对抗 对这个是完全是在这个消极的躲避躲闪 好的 点击一下后手 对的这个袭击的威力呢 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啊 是的 在刚刚运用这一招后直接终结了比赛 对 对 二手再给顶急 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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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对于这个距离的掌控啊,依旧是把握的非常的这个,非常的好。 每一次呢,对手如果说,哦,这边,应该是没有踢到当吧。 踢到了大腿的内侧。 对,从我这个角度因为是从后面看过去,我是觉得没有踢到。 他现在呢,大大呢,应该是有了一切的机会,能够把这个时间了。 哦,笑一笑,前腿从内侧往外的这个踢击。 哦,比赛直接结束了。 哇,这是又是一个神来之笔的进攻啊。 在对手一味往远,阻挡了对手的撤离的路线。 对,相当于在。 比赛进行到第二回合,威瑞继续施展猛攻。 萨萨仍然依靠游击战术不与威瑞硬拼。 对拼中,萨萨被威瑞的击负拳,钟嫂等不断命中,无力反击,只能不断后退。 就在此时,威瑞以诡异的角度一脚踹出将萨萨击倒在地。 威瑞推幽获胜。 恭喜威瑞表现真是太棒了。 大家觉得威瑞打的怎么样?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 主持总统长朱洁亮,勇士的荣耀创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